对于中国游持续升温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表示 这显示了中国的吸引力和开放姿态 中国已经从24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签证 对16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对54个国家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 外国游客来华流程不断简化 在华体验不断优化 据我了解 北京市推出了境外初次来京人员城市服务指南 系统提供各类生活服务信息 上海在出租车和地铁站配备了外卡支付设备 成都西安等八个城市 也在试点便利来华人员支付的新举措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出入境便利化水平会不断提升 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华旅行 欣赏美丽山河 感知魅力中国 拍摩 请转发 打赏美丽山河